是 师兄 这都怎么了 你完了 张晓菲被难关骂了 一大早就过来发火 就找你呢 他找我 朱月 他问过我 关于你那程序的事 我 没关系 这事本来就瞒不住 现在的事都了不了是吧 人不大本事不小 朱月 你觉得自己挺厉害 问你话呢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不明白 不明白我意思 我负责跟各大高校合作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坏的学生 救你厉害 救你本事 救你懂 把我当傻子 我都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 心思这么恶毒的 故意写些乱七八糟的让我出丑 就你这样的还有脸当学生 处心积虑羞辱前辈 在学校就敢这样 走社会你还了得了 朱月 我告诉你 你这种行为极度恶劣 蓄意破坏校企合作 等着处理吧你 到 hormones 假院长 这学生才多大呀 就能做出来这么恶劣的事情 她必须负责任 假院长 朱月是我的学生 我可以替她作证 她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情 绝对不是蓄意破坏 证据都摆在这呢 还不是故意的 你们都回去吧 小贝 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 给新创一个说法 那就谢谢贾院长了 您多费心吧 新创这边呢 我还能应付过去 就是处罚嘛 我认了 谁让我是负责人呢 但是这种行为 不仅破坏了我们校企合作 还影响了南湖大学的名声 这对以后我们校企合作 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必须得严惩 张宝贝 你也太过分了吧 朱颖刚才上大一 你现在让他背上个处分 你是要毁了他一辈子吗 那也是他自己自作自受 我栽赃他了吗 明明是你先抢了他们的项目 张老师 话可不能乱说 是我给了他们机会 资源还有媒体曝光度 你说我抢了他们的项目 证据呢 你这样抹黑我 是也想破坏校企合作吗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为了保全学生 把自己搭进去 不值得 喂 说 现在什么情况 张小辈告到学院了 说朱颖故意把程序 写成那样 破坏校企合作 她说故意就故意 张小辈早就留了一手 她让韩家康 把朱颖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 韩家康还写了证明 签字画押 你打算怎么办啊 先走了 你打算怎么办啊 哈哈 初音团 还好吧 张小辈答应你什么 钱 项目 论文 不是资格 哪一个 他答应给我转正 想注意你倒计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 别自己瞎折腾 你也是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 别自己瞎折腾 知道了 公主殿下 你干吗要叫我公主 那要叫你什么 如果说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影响的话 不值当吧 朱总说的是 回去之后的话呢 我就让他们严查 一定要严查 学章啊 章总 不管怎么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泼一个小姑娘 怕还把水泼到脸上了 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文明吧 是 是 是 这样 我呢 表个态 这件事情呢 确实是我监管不够 我有直接的责任 这瓶呢 我自罚 好 我 注意 妹妹 我给你赔礼了 兰冠的优势是她的营养品 她的产品具有保健功能的 占绝大多数 而且她们的样式和特殊 在市场上只有她们在生产 这可能跟兰冠老板的母亲 是做中医有关 你连她们老板的母亲 是做中医的你都知道 对啊 看这儿 这个功能主要针对保养 一般人对营养品和保健品的了解不够多 自幼懒地看 更不会一样一样地翻语 所以还不如直接对症下药 在这输入症状 比如说头晕眼花恶心反胃 然后系统就会直接推荐产品 而且蓝冠的产品 是按系列排列的 很容易推广出去 要不要再加一个阐述病理的功能 简单讲一下身体出现状况的原因 再介绍能解决问题的产品配方 会不会更有说服力 让大家更想满 这样 今天朱云算是入伙了 我宣布我们蓝冠APP小组正式成立 选个C吧 是你先砸我的 我一直在复习马源 你总是打断我 我只有中午这么一点时间复习了 整个学习我都在忙基地的事情 马源课我都没有好好听 我再不复习来不及了 你总理讲你的道理吧 大哥 那你看什么 我脸上有脏洞下 别等 朱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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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